彰化秀水箱这间小吃部在八号晚间惊传枪响 三名男子身受重伤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警方表示这三人原本是在小吃店吃饭喝酒 突然外头就冲进了五名男子持旅棒 进到店里不断的叫嚣翻桌 随后还殴打被害人 还对空连开两墙 丘车赶到现场小吃店外头占了民众 店内三名男子头部脸部受伤血流入住 分别被扶着抬着送上救护车 穷一名57岁的重心男子头部撕裂伤 左眼穷还疑似破裂有市民风险 现场患者是说他们是被女伴殴伤 其中一名是左眼疑似破裂 然后三名患者头部都有撕裂伤 斗冲突犯在八号晚间八点多 张化秀水一家有女陪式的小吃店 受伤的三名男子唱歌喝酒到一半 外头五名男子突然持旅棍闯进店内 声势叫嚣跟着翻桌接着狂殴被害人 棍中还有人开枪传出两声枪响 警方调查受伤的三名男子身上都没有枪伤 但在现场起货两枚弹壳 警方连夜侦办 迅速带回其中三名嫌犯 并搜出作案用的道具枪 全以妨害秩序恐吓伤害及杀人未遂侦办 并全力追捕再讨的两名嫌犯 借待人贸张化唱不倒 收集參加工具某 中文字幕后 文字幕后